如何聆听圣灵的圣灵 我们还没讲神的话 欢迎来跟你分享一个笑话 在公园里啊 有一对情侣在谈情说爱 女孩子就很撒娇说 哎呀我的牙齿很痛 男孩子一次就 亲了那个女孩子的脸下 一笑 他就问还疼吗 然后女孩子说 不疼了 多了吗 然后呢一会儿 女孩子又撒娇说 哎呀我的脖子很痛 男孩子就 就再亲一下 那女孩子的脖子 然后就问又再问她说 还疼吗 然后女孩子就很开心说 不疼了 然后这个时候 旁边有一个老太太 看了半天 实在忍不住了 就上前去问她 年轻人 你太神了 你能不能帮我治 我的屁股的痴痧 你要轻一下就没问题了 经历卡出一点 他的池塘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只是笑话了 回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 听听神的生意 上个礼拜我有跟他讲到 我们必须要常常锻炼灵人 要有这种的 不止信耶稣上面一直一直是 停留了信耶稣了 你从来不知道 你必须要成长的 很多基督徒他不成长 很多基督徒停留在 刚刚信耶稣 啊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上天堂 只是停留在那个结构而已 二十年过后 你问他 你信耶稣是什么啊 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得永生 他都停留在那个而已 其实每一个人 上帝要你成长 上帝要你灵命成长 成为 上帝要你成为 他的形象的样式 活出耶稣的基督的榜样出来 今天 我要跟你讲 有三个方法 有三个方法 圣灵如何跟我们交通 第一 我们来看 第一 大家跟我讲 内在的同真 内在的同真 自觉 自觉 英文叫 Intuition 自觉 那我们来 好好我们来读一个 两段 两次经文 我稍微来解释 来 一 二 三 因为我们被上帝的圣灵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圣灵与我们的心灵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我这边有写错了 等一下我解释 OK 圣经刚才我们说 我们都如果 凡是被上帝的圣灵引导的 这是 Ego 是吗 Ego 引导的 然后 同正是Ego 对 同正是Ego 领导是Ego 领导是Ego 领导是Suma Zero 另外一个词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经文 上帝说 凡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上帝要在你的生活里面 每一天引导你 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你必须被上帝引导 不是被你的情绪引导 不是被你的感觉引导 不是被你的聪明引导 不是被你的小智慧引导 而是圣灵引导 圣灵在你生命中当中 希望有达到上帝要的旨意 是要引导你 你的生活 然后第二 他们一起读 一、二、三 圣灵与我们的心灵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OK 圣灵与我们的心灵同正 应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如何应证呢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有做一个工作 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字 两个字的那个意思 OK 哦 按错了 OK 引导 引导在希腊言文叫做 引导 引导叫A A-O 大家讲A-O A-O A-O 意思是说是正在的 你过去上帝引导你吗 那是过去 但是圣经讲 圣灵是现在 当下引导你 你过去有多少个精力 跟圣灵 跟上帝 都是过去了 但是圣灵比较兴趣的是 现在你仍然是被上帝引导吗 领导你 领导你 指领你 指导你 帅领你 你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字叫Sumatero 大家讲Sumatero Sumatero 也就是说 正在正在印证 见证 向我们证明 向我们表明 向我们印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OK 你问不是什么是自觉 自觉很多人 在有信耶稣的 我凭我的自觉 那是人的第六感 但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不相信第六感 我们相信圣灵的带领 自觉 什么是自觉 我们来看定义 什么是自觉 自觉就是属灵的敏感感觉 在我 是在我们灵里 从圣经 从圣灵 接受一些 没有经过家里分析 理由的信息 你第一个 不是因为你分析了 哇 这Sumatero 就是女孩子 肚子这么尖 应该是生男的 肚子那么严生女的 这是你以前人的常识 对吗 那些老阿 你找阿嬷阿嬷就看 哇 这个 我一Sumatero 他会说 他会说 我一Sumatero 他会说 他会说 不是这样分析的 自觉 不是你能够用头脑的 他 产生在你的灵里面 是你的属灵敏感的 敏感的感觉 从圣灵来的 是没有经过分析的 没有经过你 你去 应该是这样啊 T or or 应该是没有 or 天空这么闷着 应该是没有 今天不会是这样 不是这样经过分析的 OK 我们再来看看 他人家很丑相 你去看下去 我们的灵啊 灵灵的深处 有这个说不出的微小声音 正在注使我们 推动我们 去使我们去做 我们做些 我们看为毫无理由的 耐能群慰的 相反的 我们理性要做愿意的 或我们完全不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 知觉 英文叫 Intuition 什么是Intuition 我问 什么是Dution Dution就是呼吸 Intuition就是圣灵帮你呼吸 圣灵在跟你讲过 圣灵在有你跟一个沟通 这叫 Dution 不是第六感 不是那种灵感 而是圣灵在里面 有给你的 有如有时候 我们会为某一件事情 而欢呼高兴 决定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的心里面深处啊 你内在的灵人 浮现说不出的微小声音 你强烈的反对你 反对我们思想 情绪和意志力 我们会有很好的理由 演应去欢呼 你找到一份工作 哇 你要为这份工作来祷告 哇 你很高兴 哇 这么好薪水又这么高 哇 又怎么样 但是这是理性 但是圣灵有在你里面说 这份工作不要 常常我们被那个感觉 assignment excited的东西 引导 你就 盖过了 盖过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 让圣灵来引导你 你必须要 在这个 超越这个感觉 啊 这是 不自在的感觉 反抗你 你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时候 你里面有一种抗拒 你明明 理性上你要去做的东西 有时候你里面有一种抗拒 你有种不平安 你有一个 在里面 这就是自觉了 所以 明白吗 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看下去 更详细一点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接下来 属灵的眼底是这样 属灵的眼底是 我们的灵人知道 大家知道 知道 脑袋明白 大家明白 明白 很多属灵的事情啊 我们 知道 但是 不明白 当下 圣灵叫你做东西的时候 圣灵有感动你去做东西 你知道 可是你不明白 为什么圣灵要叫你这样做 事后 这件事过后 你才开始明白 信徒知道神的事情 是靠心灵里的知觉 简单来说 脑袋只能 只会明白 他绝不知道 知道是 自觉的是工作 而明白是脑袋的工作 圣灵使我们的灵 知道 我们的灵 帮助脑部去明白 举个例子 诶 喜莫我没有忘记 你要讲见证 我是说 我讲完到 我给你讲见证 我就拿喜莫的 the case 来讲好了 他去找工 前两天 call 牧师 你会要告我要去见老 我的老板怎么样 其实 我必须坦白跟你讲 我让你 我从你的个案里面 来了解 圣灵的工作 当下你打电话给我 牧师 我要去等晚上 要见老板 你会要告吗 我说好 当下我放下电话 我没有为你祷告 因为在我里面 灵里面 我已经知道 这份工作已经成了 但是我不能 推开你的 你的任务过 哎呀 牧师 不为我祷告 好 我就答应你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来跟我讲 你的东西 但是我不明白 我灵里面 知道 这份工作已经成了 已经是在走了 但是我不明白 怎样的完成 怎样的工作 等他来告诉我 然后我才明白 哦 老板 要请他 等一下让他讲给你们听 老板要请他 所以 灵人知道 知道是灵人的事情 很多事情 圣灵会告诉你 让你知道 当下你不明白 但是过后的事情 你就会用脑袋去分析 去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叫 知道和明白的分别 灵人知道属灵的事情 但是很多事情不明白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锻炼你的灵人 那灵人越敏感 你就知道属灵的事情 上个礼拜我们讲 属灵的人 不是属血气的人 不能知道神的事情 还记得吗 唯有属灵的人 参透万事 知道万事 明白 知道这些 明白这些 万事 OK 我们来看 关于这方面呢 似乎很丑相 但我可以从经验中 来分别出 好像分别什么是公鸡 什么是母鸡 诶 都是鸡嘛 那有公鸡有母鸡 但是经验你可以知道 哦 公鸡是有 有关的 这叫公鸡 公鸡是不一样的 母鸡能圣诞的废话 这是 验经的基督徒 只追求了解圣灵的意识 却不晓得分 这个知道和明白的城市 OK 我们的主啊 是我们圣灵 使祂 圣灵能够居住在我们里面 以及教导我们 知道一切真理 刚才我跟你讲的 这个知觉是一个 说不好的微小声音 好像我们一首歌啊 那其中一首歌我写的 照我一颗星啊 常常聆听那微小的声音 不是乱写的 这的确是一种 圣灵的一个催促 一个那个 我们来看的一个经文啊 圣灵觉不像好像 圣灵的某 我是神 你要听我讲话 我如果神这样方式 跟你讲话 你半亩也是要跑 跑掉了 OK 我们来看上帝 怎样都我们来讲话 跟伊利 伊利他这样讲话 OK 好不好你把我读一下 一、二、三 耶和华说,你助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马上时间耶和华从那里去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门上碎时,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一阵,耶和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风中,我后有微小的声音, 伊利亚听见,就用外音蒙上脸,出出来站在洞口,忽然有声音向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这个很好的一个场景,上帝怎样跟伊利亚讲话,并不是在风隆隆隆的地震的声音下,跟伊利亚讲话,也不是在地震那边大风的情况,奔伤碎时的情况下, 伊利亚跟上帝,跟伊利亚讲话,喂,听啊,安拉骨,嘿,安拉骨,不是这样讲话的,他是在这个过后停静下来,你在你的灵里面吸收,神的声音,那微小声音,我说,你要听988,你不要调94.5,你这样听神的灵,你是往你的灵面听,往你的灵人来听, 选对你这样的声音,通常人都说,没有啊,那有,我都听不到,我耳朵还真的很大咧,听都听不到,你刚听不到啦,圣灵不会跟你的耳朵,耳朵就传心起到你的脑袋,那个不是圣灵走的路,明白了没有,OK,接下去啊,OK,再读一个,一段经文, 感谢黄春的答案 自由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看到没有 原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很简单说 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必须要有圣灵这个恩高 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恩高就让你们知道所有这一切的事 你们从这个恩高就让你插这个恩高在你们的心里面 我们常常用头脑去分析 我们常常用感情去分析 用心情去了解 用感觉去看见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错 我们常常选错 选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用感觉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属灵的事情吗 你要看圣灵怎么带领你吗 你们要我们要常常 往心里面 有一首歌 那首歌 祷告的 我忘记了这首 也讲到心里面 心里面 听你心的声音 那首歌我忘记了 所以在凡事上 不是大事 或者连小事 你也可以从这个圣灵的恩高去了解 去认识 我们去看个曲 下一条 大家讲内在的声音 内在的声音 良心 良心 英文叫 conscious 你有良心吗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 我讲开心吗 没有良心 我们读这个经文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 我忘记住 借这永远的圣灵 将自己无效 不施献给上帝 他的血 祈福等寂静你们的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心 使你们试过 那永生上帝吗 并我们心中良心的灰剑 已经撒去 用心中心水洗尽了 就拿损着 诚心和重处的信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良心 我请问 你信耶稣之前有没有良心 有 有啊 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良心 有 那为什么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有什么分别 那良心是怎么样做的 好的问题啊 好的问题啊 等于你讲去分别 今天圣经到怎么说 你之前 你 每一个人 不管你 信主不信主 你之前都有良心 但是你的良心是不同的标准的 一个 每一个人的良心是跟着自己的道德标准的 这没啥啦耶 就觉得没有啥啦就做了 这样 他就不做了 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 还有信耶稣之前的良心可用吗 不可用 也不可靠 因为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不像一样的 但是信了耶稣 圣经说 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 除去我们的死心 使我们服侍这个永生上帝 并且啊这个心中良心的亏欠 已经杀去了 我们不要再良心受责备 也不用再定罪 因为有主耶稣的血 把我们洗净了 杀去了 身体又清水洗净了 最近讲到洗云啦 身体又清洗去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被改造了 我们来看一些啊 嗯 我们来看良心的定义 OK 良心 知觉和良心之间有多分别 知觉是说不出的微小声音 而良心的声音差不多一样 可是它比较稳重 更强调知觉的声音 若我们不根据良心的声音 我们便坐立不安 影响我们的情绪 思想抑制 直到我们遵从为止 圣灵不能在我们的灵和魂里 成就更新的工作 如假如良心不归罪所感动 再讲一次啦 圣灵不能在我们灵和魂里面 成就更新的工作 假如良心感动 它把这良心的工作推开的话 它没有放出 所以为什么 信主前和信主后的良心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内容 我们不是靠肉体 更不是靠魂的魂物的思想感觉 来到神面前 这些管道都不能用来倾记上帝了 唯有重生的灵人 从灵人才能来到上帝面前 当一个人的良心还没有被洗净 他逼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是虚伪的 因为他不能相信上帝是属于他的 可能还要反对他 甚至要惩罚他 圣灵成圣的工作和良心的工作是完全合一的 良心指出我们在上帝面前 或者在人面前也一样坦然不济 以及我们的思想啊 预约那行为是否跟随神的旨意 并且毫无逆的基督的意思 许多基督徒喜欢 以他的良心狡辩 哎呀 他良心受责备了 良心受感动 他一直跟他阿佑折 讲理由 理由解备吧佑 但他不知道良心的工作绝不会跟你折 跟你争辩的 你一旦你跟良心这个良心的部分争辩 他这个良心啊 在你里面这个良心 他直接指出上帝的旨意 并且定死一切不合乎上帝死意的事情 良心的声音会说出上帝的旨意 他会跟你争辩的 你一争辩 这良心就停止了 难怪 那首歌唱 不良心的 不良心的 因为你在 当圣灵 接着良心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推开这个良心的时候 这个圣灵就没有了 OK 因此上帝的儿女如果犯的罪 不应该只是潮潮 聊潮潮的认罪 因为这样的认罪 不让良心完成完善的工作 他们应该让圣灵在良心里面指出哪一个罪 未来 还记得吗 什么叫悔改 悔改不是大家看为错 悔改是上帝 圣灵指出那个东西 你不应该做的 然后你悔改才是真正的悔改 不要因为别人 这样做也跟着这样做 就好像是我啦 我都没有强迫你们不看报纸 那只是我一个人不看报纸而已 那是圣灵要求我的 指证我的 所以你看报纸多不看圣经 好我不看了 那我也没强迫你们全部不能看报纸 不能这样找位 所以这个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工作 信徒不会有真正的属灵进展 假如他排斥 那个背叛在上帝面前 以及解决一切良心的责备 你把那良心的责备推开 你就不会有属灵的增长 但如果他诚恳地解决每一个罪 以及完全跟从他的良心 圣灵会帮助他独处和了解 他心中的一个律 the law of the heart 这样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公义 圣洁成神坦白和一切 一切模糊不清的事情 所以良心 上帝第一 大家讲圣灵跟在我的字节里面讲话 圣灵在我的字节里面讲话 如果我不听 圣灵在我的良心里面说话 圣灵在我的良心里面说话 我们来看一个人 这一辈子他一辈子里面 都是凭着良心来失控神的人 我们来看 什么有上帝要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良心 什么是a good conscious 什么良好的良心呢我们来看 你帮我读好不好 一二三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 诸位的弟兄 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以这的良心 直到今日 我因此自己严厉 对上帝对人 藏住无贵的良心 ok 第二段 一二三 我们的心 若责备我们 上帝离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 所以我们的心 第一 知觉在你的心里面做工 当你不 不小心没有听到知觉对你讲话的事情 第一 第一件上帝对你讲的话你不要分析 再分析那就不是了 那么第一个是 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画面 第一个梦 上帝给你的 那绝对是对的 因为你不明白 你也不清楚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遵行的话 上帝就会带领你 如果你不听 上帝用良心这部分帮助你 对你讲话 责备你 当你不信不被责备的时候 你就能够坦然无忌 来到神的面前 或者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去看下去 OK 来再读一下 一二三 所以我感谢上帝 知道 所以我感谢上帝就是 我们必须 祝先用 纯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上帝 周月祈祷的时候 无助的想念你 我们所喜乐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主帝对上帝的诚实 再视为人不靠肉骨的传统力 乃靠上帝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人叫保罗 保罗说他这一辈子 都是凭着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 他侍奉神是用什么态度 用纯洁的良心 他祷告之夜不停地祷告 不准祷告地想念他们 然后他所喜业 所骄傲的 所颇耀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纯洁 而对上帝的诚实 再视为人不靠肉体的聪明 保罗说他所做的东西 不靠肉体的聪明 乃靠上帝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他所颇耀的 所喜乐的是自己的良心 那你问我 牧师要有良好的良心 该怎样做 要有一个很好的良心 良好良心 必须不离开主的保水 认罪 依靠或信 以及信靠 他的保水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次我们来组织生产 来自生产的时候 主耶稣再次用点保水来解禁我们 哦 这个是一个抽象的 只是一种仪式而已 保水是能够解禁的 我们来到上面并且 如果我们有被定罪 有被责备 因为你必须要有主耶稣的保水 主耶稣保水不是一次过 主耶稣的保水是不断的 一直的一直在过去 你刚刚免生耶稣之间 你接受耶稣之后 那个保水洗净你 你每一天还是要靠着主耶稣的保水 直到你回到天家和上帝见面 你必须有主耶稣的保水 所以良心是上帝对我们讲过的一个管道 比较久信主的基督徒 那个已经信了耶稣很久的基督徒 往往会勿用知识来行知 他久了吗 他比较有经验了吗 他比较知道圣经的话语 他就很了不起 他常常以为上帝工作就是这么样 他已经用这batten来行事了 因此持顿了良心的敏感度 我很怕那些基督徒信仰耶稣 一年过后两年过后 他如果没有 他的良心 他的灵人没有被更新的话 他就以为上帝做工是这么样 靠经验 我们常常会用他 他们常常会用他们所知道的来去做事情 来判断导致他们不能让圣灵来推动他们 我们感动他们 我们聆听良心的声音 明证我们真正的现身和顺服 顺服的本性 这个也不能逼的 是要看你对上帝有多顺服 所以他变成冷却了 他变成冷却了 他拿起杯来 他拿起杯来 连吹的不用吹 就 把那个 滚滚的 咖啡 灌 灌下去 哇 我说这么烫的咖啡 你也能喝啊 我会习惯了 一击 已经洗肉了 没感觉了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良心 如果不被训练敏感的话 我们的良心也会变成洗牌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 很久之后 他的良心是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功效的 他off day的 他们off的 没有 没有感觉的 我给你看圣经讲 几个 有好几个 I found her 那个良心已经死了的人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就好像我讲的 那个已经被 被铁烙了 被铁印到那个热铁 烧了铁烧到 已经烧到 已经没有感觉了 OK 我们还有一些经文 告诉我们关于 持顿的良心 第一 无欺良心如同传 破坏了一般 刚才 这一样 不自在地起来 清净整 他 清净整他很不自在 因为他良心已经 没有良 他良心已经坏掉了 啊 恣意给 和给理由 就是自己 self righteous 哎呀 我比他们好 你看 我有这样 我来教会有服事 我又给奉献 我又做这个 又做那个 不像那个人 这样一样 什么都没有 恣意 说自己好 别人不好 自已 然后给理由 我不能服事 不是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事情 给很多理由 让你的良心 受损 然后害怕将来的审判 有一些人反而是 倒转了他来教会服事 他很努力的服事 是因为 依赖 不小 他怕将来是被 被递到地狱里面 将来审判 他就拼命的去 为神工作 不是为了爱神 而是为了要弥补 要弥补 我们来看地上 大量圣灵的圣灵 圣灵的圣灵 好 我们再读一下 因为 因为凡被圣灵所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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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凡被圣灵所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英文说 these are sons of God 他不是说 the children of God 他不是说 上帝的儿女而已 而children of God 是不成熟的 刚刚信主的 凡被上帝所引导的人 都是full grand son 已经成熟了 成长了 长大成人的儿子 只有愿意成长 长大 长成儿子的形象的人 才能够被圣灵引导 如果你在属灵里面 还是个baby 常常穿着蓝杯 你不觉得 圣灵的引导 对你有多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 刻不圣灵引导的人 就是你 你是一个成长 要成熟 要成长的一个人 第二段 很重要的经文 一二三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主 坚插人的幸福 OK 另一个版本说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OK 坚插人的幸福 你的灵 就是耶和华的灯 是耶和华 在你的灵里面 讲话 跟你沟通 点燃 如果你的灯不亮 你的灯不亮 如何上帝在你身上做工呢 你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 你的灵是耶和华的蜡烛 如果蜡烛灭细了 你的灯灭细了 你上帝就无法 你的生命就充满着黑暗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亮 然后再引述明德经文给你 我将你的花已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和得觉你 免得我愿意 不是这个歌 我都讲唱作了 他说你的花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你如何擦亮你的灯 如何点燃你的蜡烛呢 就是你将神的话已不断的射进去 我将你的花已收藏在我心里面 你的花就是我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 为什么牧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你要读圣经咯 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怎么办 多祷告多读经 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 OK 我们来看下去 第三种 圣灵的圣灵 圣灵亲自向我们的灵说话 这有什么分别呢 圣灵的声音比较命令是 过教有权柄的 这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对你说过一样 你若不跟从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声 大声到一个阶段他就停止 你就使圣灵担忧 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举例给你看几个经文 我们来看啊 来大家一起读一二三 圣灵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说 你去去贴近那车走 一二三 起来上去和他们同罚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圣灵说 要为我分泰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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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圣灵跟父母和他们同罚 不要疑惑 有些当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不跟你阿姨也不跟你分析的 他说你去 干嘛我要去 这样完了 圣灵就会跟你讲 圣灵会带领你 你要圣灵的声音 他叫你说 他不跟你多讲 分析在你的灵里面 去 然后他跟彼得说 起来下去 跟他们同罚 不要疑惑 如果我跟个人不熟 我叫去 万一他是 不好人怎么办 他不跟你分析的 然后圣灵说 要我为我 要的 他肯定要的 没有得阿姨 我要 我要巴纳巴和扫罗 圣灵吩咐我 以他们同气 不要救我 毕竟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是充满命令的 是一个有引导的 OK 是一个有 有权柄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Next slide 大家讲圣灵的批准和禁止 圣灵的批准和禁止 圣灵的批准和禁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什么叫圣灵的禁止和批准呢 圣灵为了要帮助基督徒走在完美神的旨意当中 他常常禁止或者批准我们做和决定任何东西 若我们对圣灵敏感 够敏感的话 我们生活就不会出差错被批准了 不管为什么我们常常出现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灵不够敏感 为什么灵不够敏感 为什么灵不够敏感 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亲近神 我们没有常常祷告路径 我们灵还没有Ready 灵感圣灵的带领 我们来看保罗 他的宣教的路程 他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读 1 2 3 圣灵既然既立时 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佛林家 加拉台一带地方 大乐美西亚的境界 他们想要往皮推泥去 圣灵却不许 在夜间有一项见你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一项 我们随之想往马其顿去 以为主找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 有些传福音不好吗 跟人家讲道不好吗 有些圣灵阻止保罗 不要在那边讲道 不要在亚西亚讲道 然后他们去往别的地方去了 往了佛里加加拉台 然后到米西亚的地方 到了要劈退你的地方 圣灵又阻止他 不许他们都留在那边 然后在晚间 保罗就看了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对我来讲 它不是一个异象 它是一个魂流向外的 他看到有一个马其顿的人跟他说 他领受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就去了马其顿 如果没有去马其顿 今天你和我还在乌鲁鲁鲁的地方 你和我都没有听到福音 就是因为保罗 他是第一个人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国家去 马其顿 马其顿就是欧洲的第一个开口 然后就传遍到整个欧洲 传遍西方的国家 把西方把基督教发扬光大 才传到整个亚洲 整遍全世界 我今天你和我才有教会 今天你和我才能够接受耶稣 这是圣灵的旨意 看到没有 圣灵有批准 和那个 我们看到保罗神明 是多么依靠圣灵来行事的一个人 接下来看 圣灵的特别 圣灵有什么特别 我才问主啊 三位一体的真神 为什么圣灵那么特别 圣灵不是比天父和耶稣特别 他们本是同等的 只是人们提到天父和耶稣的时候 多么提到圣灵 所以我们应该要均衡 并且圣灵是唯一 三位一体的神 最敏感的那一位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以及教会和使徒 一样的特别保护圣灵 我们来看天父耶和华 怎么讲 耶和华在以撒亚书 第六十三章 第十节他说 他们竟被灭 始祖的圣灵 担忧 他 之所以耶和华 上帝就转做他们的仇敌 你亲自攻击他们 上帝讲过 如果你让圣灵担忧 我就成为你的仇敌 亲自来攻击你 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的保护着圣灵 第二 耶稣本身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是你们一切的罪和 亵渎的话 我都可以饶恕 唯有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饶恕 乃要当当永远的臭腹 这是耶稣清楚说 耶稣说 什么作为我都可以原谅你 讲什么亵渎的话 我也可以原谅你 但是如果你亵渎圣灵的话 我不只不原谅你 你来世也会受到审判 就是coming generation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实地版说 你们这印着景象 心和耳朵未受隔离的人 常常抗拒圣灵 然后保罗讲 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 然后保罗也讲 不要熄灭圣灵 还有约翰讲 亲爱的弟兄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兜信 总要试验哪些灵 是处于上帝的故事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要试验 要查验哪一个灵 是属于圣灵的 还是邪灵的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兄弟姐妹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我希望你也有客户的心去追求 圣灵很愿意给我们说过 我也把我这个 这个不是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牧师能够教的东西 我把这个 领听圣灵的秘诀告诉你了 所以以后不要说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 那是看你有多自己有多准备 对神的话有多追求 你有在灵里面有没有长进 这些都是你的温度寄来的 圣灵要对我们说过 最后我们来看 聆听圣灵的声音 大家讲 第一 内在的同正的知觉 当圣灵的你的知觉 开始跟你直接讲过 第二 内在的正义 如果你直接没有听到 当圣灵的良心里面 主公 第三 圣灵 叫圣灵 你拒绝良心的看句 圣灵就会对你的灵说话 你再不听你就消灭 或者你让圣灵当忧了 让我们站立起来